欢迎收听 大家新闻台 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上回 我有帮邓医师带了个班 就访问到刘丽娥刘老师 那刘老师他在日本生活很久 那么本身他对于日本文化 跟台湾文化都很深刻的观察 那我们今天呢 真的是很惊喜 我们竟然能够邀请到 刘老师的先生 那么就是 我们讲说他在日本 是非常有名的骑士 骑就是下骑 骑士在日本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因为其实在日本能够 就是围骑能够下的好 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那更何况说是在日本能够 这么有名 是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邀请到王明婉 王老师 王老师你好 我是王明婉 各位听众好 是 主持人好 是 王老师你号称 为什么被号称是神童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您13岁的时候 13岁的时候 你就接受沈君山沈教授 是 的挑战 那最后面你还赢了 这个沈老师沈博士 那其实老师你之前 你是小时候就很喜欢围骑 是不是 我是四岁学骑的 那在那个时代 绝大多数的小孩子 都是爸爸喜欢下骑 教小孩子下的 是那老师你喜欢吗 你四岁的时候下骑你喜欢吗 我非常不喜欢 对嘛 我想说四岁应该喜欢玩别的 怎么会喜欢玩围棋 那怎么开始喜欢上这个东西 其实到我三十几岁的时候都不喜欢 然后就算到现在我也有 常常会有想要离开这个围棋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还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因为花这个要就是磨练围棋 进修围棋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在这个小学就几乎没有玩到就对了 一下课就要回家 然后在那边就要摆棋谱 然后耳朵听到自己的同伴在那边嘻嘻哈哈的笑声 就是还蛮不是滋味的 这是当然 所以四五岁的时候 老师那时候知道你在下什么吗 不知道 爸爸怎么告诉你 所以我不太记得我学棋的时候 那我爸爸告诉我是四岁 甚至他说三岁就让我玩棋子了这样子 是 所以当时你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一直到13岁那一年 那一场比赛蛮轰动的 当时老师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那时候心路历程想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想 诶那个所谓这个博士神童的七盘大赛 那个是沈博士沈君山博士 他是为了推广围棋 所以就想出来一个点子就对了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选上我呢 因为在跟我同辈的下棋的小孩子里面 我是最晚出国的 那跟我这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小孩都出国了 台湾只剩下我 所以他就跟我就办一个比赛这样子 是 那当时那个比赛老师你会紧张吗 完全没有紧张 完全没有紧张 我也没什么负担 那我 我当然就反正围棋就是这样子 你下了就想赢啊 那我是全力以赴 那我跟沈博士就下到第七盘啊 那第七盘我赢了这样子啊 那我是最近才就回想这个过程啊 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啊 这个第七盘当然是沈博士让我赢的 因为这个 老师那么谦虚 因为这样子的结局就是让这个 会让整个这个比赛最完美 所以 但是相对来讲 其实我不觉得老师 沈博士当时有真的说让你 因为围棋这种让不让应该都看得出来啦 可是我想他是很不像你 所以我是我事后我当然觉得 看那一盘棋的时候 在就是说到很久以来我都一直觉得是我的实力 不过到我现在我接近了当时的这个沈博士的年纪 我呃要是我自己是呃就是 如果您是当下的他 你也会就是可能就让一两手 因为做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广围棋 是 对这个如果说 博士赢了就不好玩 对如果让您这边的赢的话 可是我觉得围棋这种东西就像您刚讲下了就想赢 是是是 要放放任自己输掉应该也不容易啦 那可是为了推广围棋这个大我哈 可能我觉得是 牺牲小我 成果是牺牲了 不会不会那老师后来赢了以后 您在呃国中高中都有持续在学 呃是因为这个13岁就是我出国前了 呃我就呃就在呃14岁前我就去日本呃就开始就参加这个职业 那那一边还有在念书 呃到那一边是就念华侨学校了 是那就是说在华侨学校的过程当中 其实主要时间都还是花在棋上面 嗯因为这个职业棋士其实他必须在15岁以前就入断 是以后才有就是说呃争这个呃第一人的一个机会 就对了 那我是呃就在正好就在15岁前就呃通过了这个职业棋士的资格了这样子 那所以我的高中生活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呃考上棋士 那其实是一辈子的一个资格 所以就没有任何压力这样子 呃是那那但是那时候考上呃老师那时候日文怎么学 呃日文是不太会不过下棋完全不需要这个呃语言能力 呃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呃就是说到了那边去当职业棋士 那就是每天都在练习 哦没有对职业棋士的工作就是你比赛你去了就好 那比赛就差不多一个礼拜一次 那其他的时间就看你怎么去磨练怎么去进修了 那这个老师是您自己选的还是爸妈呃因为去这个日本然后去考这个职业棋士的资格是从林海峰老师以后就呃留下了一个途径就对了 哦那呃在我之前有很多像王立成先生啦呃就就是走这一条路呃是那所以老师是您那时候有想去吗还是还是很排斥 哦没有那个时候很想去第一次就是跟我同辈小孩子都去了哈他们都是十岁前后去的呃就找一个日本老师住在他家里日本叫内弟子哈就当内弟子那因为我就正好找不到老师就一直在台湾了是呃那到了日本以后我就没有拜老师直接考那个呃这个资格那呃运气很好就通过了所以我一直在日本没有正式拜老师就直接拿到那个资格了 那那时候在那边是老师您一个人在那边还是爸妈有跟着去呃呃我妈妈跟我一起去呃呃那感觉会觉得就是适应上面怎么样呃呃适应非常好哈因为我去的这个日本棋院啦哈就这个呃日本的这个职业棋士的组织他因为有吴清源老师啊跟林海峰老师有这个伟大的前辈所以他们的外国人一点排斥都没有那我是跟这个呃其他日本完全一样的 身份这一样的条件在比赛那所以如果以一个职业的棋手来讲是一般老师您的就是说在青少年这样之后生活是不是都是很固定很呃呃等于说单调就是棋然后棋以外其实就不多了会这样吗呃也可以说很单调的可是就是说因为我很不喜欢下棋哈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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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来讲蛮抹煞一个青少年 比如说老师 你是一个比较爱好自由的 是是 很痛苦啊 所以我没有被抹煞掉 是 那当时你就是自由自在 想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相对我的这个成绩 一直都没有那么好 不会啊 我觉得老师您还是 这个就像您现在 这边有一个就是 十分钟学会围棋 这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设计也好 或者您写的那些书 其实对于很多启蒙者来讲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十分钟学会围棋 也可能是因为我就有 玩的比别的骑士多 所以我知道 这样子就能马上学会围棋 所以如果说以爸妈来讲 老师你会建议说 爸妈从小就去 让孩子去熟悉围棋 而且让他去 走围棋这条路 熟悉围棋跟走围棋 这一条路完全是两回事 对我说熟悉围棋 或去走围棋 走围棋这一条路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路 就对了 比如说现在全世界有好几千万的 这个喜欢围棋的棋迷啊 那这里面这个职业骑士 才差不多一千个人而已 那一开始是不用去 就打定目标 要去做那个一千个人 然后你开始喜欢围棋 对小孩子一定是加分的 对他的一辈子一定是有用的 那要是小孩子 他以后想要当职业骑士 那就帮他去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是 但是老师您一开始不喜欢啊 那为什么后来你还是选择了 这一条 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情 这个答案真好 可是不是啊 老师您在您在那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觉得痛苦 如果做会别的事情 是 你会更开心吗 所以就围棋的很特别 你必须在这个15岁以前 就取得这个资格 这个历史证明 这个15岁以前 没有得到职业资格 到最后是没有 就得到大头衔的机会 那可是围棋一般来说 你要学10年才能得到这个 快要得到这个资格 所以小孩子完全没有时间的 他在入学前就要学 然后马不停蹄的 一直下下下 到最后运气好 你才能就是考上这个职业骑士 所以等于说 对我说我自己感觉是 那我没有童年那种 完全这个放手去玩的 那个感觉 所以我一直有 玩不够的感觉 那13 4岁以后有玩够吗 那时候 所以我到 比较好了 到了差不多35岁 才觉得稍微够了 那是到差不多去年 我才觉得我真的够了 那老师 35岁到 或者说35岁 应该说这么讲好了 15岁到35岁 这20年期间 老师您觉得 您的心境上有什么变化 没有我就 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职业骑士 除了比赛以外 也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成绩很好 可以拿到很多奖金 那可是你要成绩不好 你说 因为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淘汰赛 你赢了就有下一次比赛的机会 然后也有收入 那输了就没事做 那没事做怎么 可是因为围棋 他必须介绍给很多棋友 所以有奖评的工作 有交棋的工作 在这各种 所以就比如说 就怎么讲 你比而输则奖 比赛输的 就还有其他的工作 赢了就继续比赚钱 输了我们就来做奖评 因为一千个而已 我们一千个要服务几千万个棋友 其实一个服务一万个都差不多 所以就是说因为 不管怎样还是要活得下去 那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那么胸怀大志 像这个张徐就完全不一样 他自己从小就立志 就是要去当世界第一 然后也让他达成了 那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像我要出国的时候 报纸写 林海峰的接棒人 怎样 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是要活得开心 我就觉得我不用联考了 很高兴 好谢谢老师 刚刚听了老师一些 比较精彩的一些过去 我们待会来聊一下 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本音坊 两届的本音坊 那我们待会想请教一下老师 到底因为很多的台湾的 听众朋友不见得知道 什么叫做本音坊 那特别是说 他想要知道说 本音坊在围棋上面 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待会我们再请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齐盛王明婉王老师 那王老师以前我们就说 他跟沈君山老师的对谈 这是他第一次出出茅庐 就声名大噪 那么后来老师到了日本去学齐 那我们刚刚聊一下 老师在日本的一些状况 那我想请教老师 我在聊本音坊之前 我想请教老师的一点是 很多人都认为围棋必须要心进 必须心性浮躁的人不适合学围棋 老师您对这次有什么看法 我是不认为这样子 因为这个围棋是 它非常广大 也非常深奥 可以说是有一个无限的一个深度 那他因为有这样的宽度跟深度 所以他是容许用任何方法去下围棋的 那人的个性是 就是有光明面的话 他另外一面也不是说黑洋 就是说一定有他的这个 有加分的地方 一定有减分的地方 一个人这个心性修养很好 他可能就没有爆发力 那有的人就是说反应很快 可是他可能就会出心大意这样子 那下棋是需要动用我们人的 所有的能力的一个游戏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个性 去好好的下一盘棋 但如果个性急躁的人 是不是比较不容易下好棋 这个不一定 急躁的人有急躁的好处 他可以下出一个 就是比较适合急躁的人下的局面 他自己的棋路 可以就咄咄逼人的棋路也可以 所以其实就是说 棋就跟人生一样 跟人格跟个性是一样的 任何人任何个性 都会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路 对对他走出自己的路 发展自己的优点 然后不要前后矛盾那样就好了 但是我们讲说 职业歧视在前几名的 他们就老是您的认识 他们的个性跟想法 是不是比较偏近 还是比较偏动 还是都有 都有啊 那就像跟阿发过下的李四思 他完全是一个洞的一个典型 那可是在李四思之间的 齐王的韩国的李昌豪 就完全是一个静的一个典型 所以围棋就像人生 是 每一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路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 老师那就是就本音坊 这样一个头衔 就是说因为老师您拿过两届的本音坊 那这个到底是 对台湾听众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陌生 那到底大概是什么 本音坊这个称号 它是在日本最有历史的称号 那一直长久以来 很大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本音坊是围棋的代名词 那为什么这样 这要从这个德川家康说起 因为德川家康 他统一天下了以后天下太平了 所以他就说认定了四个门派 让那四个门派之中的第一人 围棋的四个门派 然后那四个门派第一人 选出一个第一人叫做名人 作为这个围棋的第一人这样子 那有四个门派才能互相搅筑 那四个门派里面的有一个就叫本音坊 所以就像少林派这种意思 那这个本音坊 后来为什么变成这个代名词呢 围棋的代名词呢 因为一开始这个四个门派互相搅筑 然后四个门派也都有选出这个名人这样子 那可是门派就像掌门人 掌门人可以传给自己喜欢的人 到当下一个掌门人这样子 那那样就是说变很多掌门人 开始传给自己的儿子 亲戚怎样子 那又为奇事就是完全是靠实力的世界 你要实力不够的话 没有办法拿到名人 就变成这个 就是说都变成别的门派做大了这样子 那在这个里面 只有北英坊这个门派 他就是 传贤不传子 对对对传贤不传子 他贯彻了这个原则 所以到这个江户的后期 当名人的全部都是北英坊这个门派 所以就变成好像北英坊就变成为奇的代名词 那拿这个头衔的意义在哪里 那这个头衔的意义是后来这个 也到了这个战后的北英坊 因为这个养这个四个门派 就是那个所谓幕府 那幕府就被这个革新违信革掉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为奇就是把北英坊这个称号 卖给这个 这个报纸 那然后报纸 每主办一个这个北英坊赛 让每一年的北英坊赛的冠军 就叫他做北英坊这样子 那所以我这个是 做过两期北英坊 就我在那两年的北英坊赛 我得到冠军 所以我担任了两期的北英坊 那就是掌门人的意思 就那两年我是这个 就是有北英坊这个称号的 不过掌门那个门派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那个门派后来 现在日本在学这个围棋 他有门派吗 门派是没有了 不过就那个时候的所遗留下来 当然所谓派系是稍微有的 这个人的老师是北英坊家的 那也有一些人的不是北英坊家 是其他三家有关系的人 那或者 种种这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 他其实已经没有门派的 就是所谓的说 选出来一个掌门人 然后由他来教学 或是由他来处理这些组织 已经没有了就是了 是比较没有了 因为这个所谓头衔的比赛 不只北英坊也有其他的大比赛 那北英坊是所谓三大比赛之一 那其他的就是所谓头衔是名人 然后其胜名人是朝日新闻主办的 其胜是独卖新闻主办的 那跟这个北英坊这个叫三大头衔这样子 那也不是得到三大头衔就怎样子 就是奖金多一点而已 没有那这个记录 人生毕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是非常好的 那就变成说这三大头衔 其实大部分日本人对这三大头衔会很乐中吗 还是他们会觉得说 要是奇迷就他们观看这个三大头衔 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所以这个三大头衔到最后 他们就有一个挑战赛 就是选出来的第一名跟前一年的这个头衔人 进行最后一场挑战赛这样子 那这个挑战赛是一盘棋要下两天的 两天 那老师您最长一次大概是下多久 就是这个下两天 那两天老师不用睡觉吗 两天第一天跟第二天之间是有休息时间的 让你睡觉的 那他会安排吃饭 然后安排睡觉都正常 只是时间到你就要回来继续下 对那他们这个大头衔赛都是不在这个东西 到日本的各地的 一边是就提供一个很好的对局环境 一边是做这个围棋跟这个报纸的宣传 对但最后一场老师您刚刚讲那一场要两天 每一场都是两天就打七场 那每一场都是两天 那不过是四胜之要是有一边四胜就完了 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老师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比赛 对于您个人来讲 除了奖金之外 有没有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因为我们比如说在打这个挑战 要争这个挑战权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不过就是对所有的骑士 到最后去下这个两天的比赛 是所有的骑士的梦想 那能去下这个比赛的骑士一年 最多也才六个就对了 所以能去 去比赛本身就是个光荣 是很光荣 而且是就是很好的经验 是那这样的话 其实拿到这个头衔 对于老师比如说你在教学上 或是在所谓的 我们讲说其他的工作上 有更多的便利性吗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 就是有拿过三大头衔 骑士跟没拿过三大头衔的骑士怎么讲 就是说他地位行情都不一样 那不过基本上就是说 以比赛为生的骑士是不骄骑的 他是可以说骄骑收入是零就对了 所以在当时就是说比这个两天制的比赛的骑士一般来说 他是不会想到这个教学了 或是做其他的事情的方便 他就是想赢这个比赛而已 对但是赢了之后 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 因为教学也没有收学费比较贵 不教学吗 不过老了以后就会觉得 那那个时候有得到大头衔 实在是很幸运这样子 就像现在我 应该也不能说幸运 因为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花了应该也不能说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而是说有很多的因缘凑巧 那让老师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接着老师就开始在 我觉得老师这几年在推广的 就是概念非常有趣 就是有空压法跟AI之间的 这个逻辑类比去做一些推广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可以广泛运用在非常多的事情上面 那就是说 我想待会可能就是要跟老师讨论一下说 您自己有一个绝招叫做空压法 那那个空压法的技巧大概是什么 这个空压法 这是我随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那又后来吴清源老师说 这个名字还是好 所以我就只好一直用了 那就是最简单说 他是在你搞不懂的时候 用一个概率的想法 去做下一早期的参考 这是数学吗 因为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想法 因为围棋都被认为是必须算 然后好期跟坏期是很分明的 然后当你下一早期要怎么呢 你当然是要把它算清楚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你像下这一早期是好期的概率 是60%那样子的 是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 那这个我要怎么判断它是60%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一种判断就对了 那用这种空压法的概念 跟我们讲说人工智慧 是 这两个去做比较 是老师后来在工作上 就是不断的去操作之后 才想到的一些概念 没有不断的操作 因为就在这个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脑围棋 正好就是有用这个概率的处理 去得出下一早期 那因为我觉得要是用这个方法的话 我的这个经验跟这个知识 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研究这样子 是因为老师也是国际AI开发的顾问 对所以待会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老师在这个 就是说AI人工智慧上面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王明晚王老师 那王老师在日本 曾经拿过两次的本音坊头衔 我们刚才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本音坊 那我们在刚休息的期间 就是我跟老师大概聊了一下 有关于人生跟围棋的关系 那事实上来说就是 我刚才跟老师讨论了 就是说因为老师很谦虚 他都会说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运气 就是总是120次机会 总会拿到一次 那我是跟老师讲说 不会啦 那个有些人你说录取率3% 永远就是那3%的人拿 97%都是去陪榜的 所以我觉得 但老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围棋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他想不到的地方很多 所以老师您觉得这个运气的成分 真的很高吗 就从这个人生跟我一起谈起 他们我觉得很像的地方 就总是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那就像一个棋局 你总是料想不到他的变化的 那我们每一个职业骑士 就是下棋就是 其实就是暗中摸索 然后如履薄冰这样子 一步一步往前踏 然后前面是黑暗一片就对了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摸摸摸摸到最后 我都发现 原来这里就是赢的地方 这样子就忽然才知道自己赢了 这样子 那预知别人的想法 就是说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 比如说我知道老师 就是你可能像孙悟空一样 就这种骑就是个性 这种性格这种风格 那我在下棋的时候 我其实是不是可以秤 比如说你个性比较急躁 那我就以慢打快 或者是我知道你个性比较沉稳 那我可能就用什么激怒你 这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真的就像职业骑士白白走 那可能有这种歧视 可是据我知道没有人这种事情能做得很好 那我自己是完全不管对手 你不管他是谁 我完全不管对手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对对 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就对 我只管我自己下出我自己想下的下一步 那以后就让对方去想了这样子 那这个跟空压法 就是你一开始只会想出这个所谓的空压法 所以这些空压法也有一点这个关联 因为空压法就是你完全靠自己的判断 在这个局面找出你以这个空压法的这个想法来 你应该下的一招 那其他就都不用去管他 这个就是空压法 那这是在您大概几岁的时候 这个就超过在三十多一点的时候开始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歧视人生 是跟大头鞋也是无缘的 然后可是我也一辈子也必须做这个工作下去 因为日本的歧视是没有退休制度的 那我又是每一盘其实都下的很痛苦的话 就这个人生就不太值得 老师你还是觉得痛苦 这个当然因为你想要赢就是 因为对方也想赢 所以你就要做一些很克制自己 或者是就是跟人性相反的事情 那可是不管你多努力到最后还是赢不了的话 那倒不如放开放手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 那这个跟人生哲学有关 那可是就是非常偶然的就是我在开始做这个空压法 空压法就是你只管自己 那用自己的道理去下一招 那这个做法我开始以后 就是非常幸运的就结果还不错 那后来有好几年就运气来了 就让我得到大头鞋这样子 是那老师您后来觉得这个空压法 跟你自己后来在当电脑这个AI顾问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所以一开始还是就是 就是关键就是概率就对了 因为我有稍微用概率的方法去做一个思考的一个参考 那这个参考我觉得也值得让这个城市 去灌到城市里面提高它的起立这样子 那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个是 是不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想法 或者真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还不知道 很难讲了 因为就是AI这个AlphaGo 他做到了比我这个目标高得多的一个结果 他做出来了 所以我的这个想法就 我想可能是就变成永远的迷了这样子 但你想电脑跟人脑在下围起的时候 还是有人脑赢过 那这个这种情况就是说 其实如果真的以下围起来讲 我们是不是真的下不过AI 就是现在的AI是人是一定下不过的 这个已经无庸置疑了就对了 那也不用去怀疑他就对了 因为这个电脑他 你只要给他适当的环境 他能做比这个做得比人好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但是人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面 为什么当年会很多 我们讲说会有很多电脑 就是工程师要或者是城市设计者 他会想要设计一些城市 来跟人脑来挑战 既然反正电脑一定赢人脑 那就是时期 就是在AlphaGo出来之前的时期 其实围起在欧美已经很有名了 就是围起是唯一电脑 没有办法赢人的游戏 所以这个Google还是我觉得是 前后投资了台币1000亿以上 去打造了这个AlphaGo 这样子 那有这个整个目的 有让AlphaGo达成了 他们就创造出一个很有通用性的 一个城市 在这个围起是 他是彻底 其实说打败是 也不用用这种眼光去看他 他能做出 就是比人下的好的一个AI 但是对于比人下的好这件事情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的用处是什么 总不能说 我只是要设计一套城市 来把人类的围起的能力否定掉 说你就比电脑差 不会只有这样 他们当时AlphaGo那个设计 赢了以后 下一步是什么 AlphaGo它一开始就完全不是这个目的 所以AlphaGo设计 就是谷歌 DeepMind这个公司 就是打造这个AlphaGo 它的最大的原则 就是要有通用性 所以AlphaGo的城市 在比赛以后 它直接拿去用节能 就是直接去套用上去 结果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好的效果 那除了节能以外 它也能做到这个 比如说分析蛋白质 或者是就是像这个自动翻译 也是跟后来的AlphaGo 有关系得到了一些改进 这样子 所以这个AlphaGo它是证明了 围起的内容是非常有通用性的 你是一个围起下的好的城市 拿到别的领域 也能发挥很大的功能 所以说其实在开发出这个城市之后 对于人类的其他生活 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大的贡献 那老师您觉得这样的概念 像您在下围起的这些东西 在AI上的运用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的下法 可以说AlphaGo告诉人类的 就是说在电脑之前 一个事情要做得更好 这个事情只有人类去做 说更好可能有语病 比如说做得更有效率 那可是当这个AI 它能比人类做得更有效率的时候 就这个人类 对于人类什么是更好的 人类是可以重新思考的 它是告诉人类这件事 是但是那个电脑城市 我常在想 电脑城市如果它不会自己思考 它无论如何都还是比 人脑要来的差 如果电脑城市没办法自己 那它是靠一套城市在运作 这个思考 靠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讲所谓自己的想法 所以思考是一个蛮悬的事情 这至今所谓思考 是就是一个人类的一个 就是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更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是这样子 可是AI它是用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过程 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从用以至今的这个标准来 可能这不是思考就对了 可是它不经过思考 它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但我们人类 比如说老师 您跟电脑有下过棋吗 当然有 因为现在是 对嘛 您跟电脑下棋的时候 它您走这一步 是 它如何能够根据你这一步 去预测到你后面可能下了十步 为棋是完全不用预测的 它只要把现况这个局面不要弄成不利就好了 然后慢慢把这个有利的程度扩大 那你就死定了 就是这样 但这样不用预测吗 它不用预测 所以现在的维棋AI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它看到一个局面 它可以判断出这个局面的胜率是差不多多少 那判断出局面胜率多少之后 那个是概率问题吗 可是它用这个基于胜率的判断去做以后的演算 完全依据胜率去演算 它就可以演算出赢的机会更多的下法 我了解 但是老师如果以您来讲 你现在看到围棋它这样下 电脑这样下 你就出乎意料 你就故意不按照正常的逻辑下去 它会不会整个乱掉 那它很高兴 因为你的胜率就降低而已 为什么 因为 我不按照 我不爱牌里出牌 你按牌里出牌 你是电脑 你又不是人脑 你会乱掉啊 我故意捣乱你 围棋是变化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游戏 所以要下的好 是不需要计算 其实也是不能计算的 而是要保持这个局面的一个优势 变数太多 所以它变数可以把它全部吸收掉 因为变数就表示有很多缓转的余地 所以它只要有缓转的余地 它不一定要针对你的哪一个攻击手段 做出对策 你不管怎么攻击 只要它立于这个优势位的地方 你所有的攻击的团 它可以找到一个缓转的空间 就把你化解掉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 攻击防御的概念 我只要维持我的优势就好 攻击防御这种概念 都是人下棋所需要的概念 这个AI下棋 完全是跟人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要说攻击防御 比如说人一开始 你可能听过围棋 就是围地多的人赢 可是像AI它没有围地这个概念 没有真的没有 所以你说第一是什么 它是不理你的这样子 这个只是困难的概念 好 那么其实我觉得从跟老师对话里面 体验出非常多的人生道理 那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再跟老师聊一下 就是其实就是就老师 现在在推广的一些概念 那么特别是像老师有一个 我刚讲10分钟学会为期 我觉得我大概一个小时也学不会 但是我待会再来请教一下老师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讯文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王明婉王老师 那王老师呢 他在围棋上面 我们常讲就是 从小就有天分 我觉得从小就有天分了 但老师都一直很谦虚 他说他不喜欢围棋 但围棋却下得特别好 刚在休息时间的时候 我跟就我们刚不是讲吗 有一套叫做 用存棋10分钟学会围棋 那我想请教老师 存棋跟围棋有什么不一样 单纯的存 存棋就是围棋 那可是为什么另外取一个名字 叫做存棋呢 因为现在的围棋 大家到最后这个算分计算的方法 让人家不容易懂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觉得围棋是一个很难的游戏 那其实围棋是有很 到最后有很多种计算的方法 那可是是殊途同归 结果是几乎一样的 那存棋就是围棋 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那可是因为跟现在 世界上大家在用的方法 不太就是不一样 所以就取名叫做存棋 这样子 是 所以老师刚带了一套来 他说用存棋10分钟学围棋 是 老师的教学太厉害了 所以我一分钟就知道怎么得分 这基本的我已经知道了 就好像已经在一分钟 也完全这个理解 这个围棋了 那完全 那我很想说这个 就实在是太天才 可是不是 我这个10分钟学会围棋 其实就是这样面对面的话 10分钟是包括你学了这个 知道这个规则以后 下一盘棋的10分钟 加起来10分钟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已经会下棋了 10分钟是让你发现自己会下棋的时间 我跟你讲 这个老师像刚刚我们 刚刚老师也来讲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很会打麻将的 很厉害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一个脑部高度的一种理解跟运动 但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刚刚老师在教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线的呼吸 我现在没有很悬哦 真的你拿到这一份哦 他这边这一个产品 他有一个 也不能算棋谱 他就是一个棋子的棋盘 那这个棋盘里面呢 他有棋子下载 纵线跟横线的焦点 那黑棋开始 然后交互落手 那落手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它包起来 就老师就简单的概念就是 一个棋子是1分 如果我把对方的 用线把对方棋子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 就可以把那个被我们围起来棋子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呢 我们的棋子留着他就没分 所以最后面我们算得失分 就知道谁赢谁输 棋盘上面的棋子一个1分 多的人赢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纯棋 也是围棋 对 但是围棋应该比这个复杂 围棋就是这样 这个跟围棋完全是一样的东西 技术也是一样 所以从纯棋学一直下纯棋也能当世界冠军 那纯棋为什么容易学呢 就是他用一个比较小的棋盘 像阿包哥下的是中横各19路 有19条线的棋盘 那纯棋是从7路棋盘 就是中横各7路开始 那那样因为棋子是下在焦点 就有49个点可以下这样子 可是虽然这样也是蛮难的 这一盘下完会多久 这个就几分钟 几分钟就下完 几分钟就下完 是是是 那你差不多放20次就下完了 所以这个还蛮适合 我们家里面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要练习可以玩 所以这个我在去年 超过一年已经交了6000个人会下棋了 不管就是真的三岁的小孩到90几岁的老人家 都能在就一堂课里面 自己下一盘棋 然后知道自己输了赢了 然后说自己已经会下棋了 老师那这样我这种不用被棋谱吗 是不用不用 因为被棋谱就是你想下的好 下的下赢对方 那这个跟你享受围棋 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就对了 但是有胜负就 我觉得其实老师 有胜负就会有压力 有压力就不会开心 这个其实第一围棋是 让这个最容易双赢的这个一个游戏 因为就像这个象棋的话 你要把对方的这个 帅或降拿掉 头斩掉你才能赢 可是围棋它是比一个战有率 像就这个纯棋 放在棋盘就一分 那有49个点到最后差不多 大概都有45个棋子放在上面 那多的人已经比如说21分比24分 那24分的人非常高兴 因为他是显胜 他其实围棋是你越显胜越高兴 你赢一大堆对对 那输的人他也有21分跟24分 其实差不了多少 那到最后虽然会有一个胜负 可是这个胜负就是让你享受跟对方拥有一个快乐的时间 跟一个很好的过程的一个机制而已 所以还是会聊天 嗯对对就是用最围棋的有一个别名叫做手谈 就是用手来聊天的 对但是不会用不会用嘴巴来聊天 呃其实这也不一定这个想说话 因为一边下棋一边说一些话 就是说呃住姓啦 或者是 老师老师 搅乱对方 对可是可是你们在比赛不会吧 比赛是不会的 比赛当然是不说话的 适合所有人 是真的是老少协议 而且存期最好的就是呃 学了又马上可以教别人 像我在日本 呃就去小学校教了呃教大家 那教会了过了几天 那些小学生就到日照中心去教老人家 那老人家看到小孩子来了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下子就玩起来了 那最小的小孩子是六七岁 那老人家有九十几岁的 年龄相差九十岁 可是在围棋棋盘前面打成一片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存期 如果呃就是可以上手 是那对围棋来讲 应该就是只是线比较多而已 嗯是所以呃这个 存期一下的好围棋大概问题不会太大 因为技术完全是一样的技术就对了 是那这个呃 我现在出的这一套七路棋盘 后面就是一个九路棋盘 那现在一般来说这个围棋的入门 就是用九路棋盘来入门是标准的做法 所以完全是一样可以无缝接轨的 是这个蛮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围棋害怕 因为像我是对围棋害怕的 我觉得会围棋的人脑袋都很好 然后呃很冷静 然后我今天其实老师教会我很多东西 包含告诉我围棋的就像人生一样 不同的个性的人一样可以走出不同的道路 一样可以拿到冠军哦 然后不是什么冷静沉着啊 心机很重啊 这种人才围棋打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围棋 它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从事的一种脑部运动 那呃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啦 如果说真的呃自己有家里有老人家 或是说小朋友想要让他可以学一些 呃我们讲说不要讲人生的道理啦 老人家人生道理也看很多了啦 主要是能够让孩子跟呃不管是我们老人家 能够互动的时候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游戏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就是说 能够去多多理解围棋或者存棋 这方面能够带给你的乐趣 那老师你现在还真的讨厌吗 哦我现在是很喜欢围棋 因为我教人家下会围棋 很多人很感谢我哦 那哎我想此后可能有一段时间 这个外出不太方便哦 是全家在家里学会围棋的最好的机会 好那么谢谢我们齐盛王明王王老师 那谢谢老师那也希望呃 就是下次能够有机会很快再见到你 啊啊谢谢主持人 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好那我们旅行晚时间下周见 拜拜